哈喽,大家好,不好意思啊,我是李泽君,不好意思啊,今天因为这个设备故障,他们新换的设备,所以就要调一下,就晚了,晚了十几分钟了,20分钟了,不好意思,今天我们上,接着讲这个非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当然实践是我希望有很多曾经参加过国内和国外的实践活动的朋友们能来给大家讲一讲,毕竟我也离开中国很多年了,当年我们的活动的情况或者背景跟现在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接着讲上次的这个住行理论,因为这个视频上,因为无法直接在电脑上分享, 所以我把它投影到墙上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几个不同的投影,不同的图片 先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会儿我把这个图掉出来,不知道清楚不清楚啊,大家看得清楚吗,我把灯关一下, 现在应该清楚吧,这是黑乎乎的看不见我了,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它这些柱子啊,因为它这个摄影,它当然那个培兴课的摄影的那个摄影师的水平比较差, 我甚至怀疑它是个农子,它老对着这个参加陪天的女的拍,它也不对着讲师提的内容,比如讲师就提到图片呢,它就不知道,就中间偶尔啊,匆匆忙忙的晃一下,所以我就在晃在接屏里面,晃在图像里面接到一下屏,它这几个就是代表各个社会,社会群体嘛,我们不能说接屏,接屏毕竟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说法, 就是它代表军队,这反正看不清一本什么,我就说,就分一下就是军队,然后警察,然后就是商人,然后就是,当然在中国特殊群体,比如还有这个劳工,他们在别的国家一般呢,就分普通民众和商人,它就没分那么细,但中国有特殊阶层,有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然后就是还有,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就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分开,然后就是学生,这就是国外的分子,大学生,或者甚至是中学生,这些在国外这种活跃,你像这个德国,他们就反对政府遣返难民的,就是因为有些难民,他跟那个, 有些中学生,他们,中学生帮他们学外语,学德语,然后他们就,有很深的了解,产生的友谊,就不愿意,他们被遣返,然后就发动学生,他们都很活跃的, 那些是技校的学生,他们这叫,就像他们职业学校的,他们学义任务也不重,不像大学,然后就是,大学生,这个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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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在中国还有特殊的群体,就是底层公务员,这个很有意思的,或者是这个,包括教学啊,医生啊,这些, 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画为另外一个群体,然后我就上次,在网上提到过,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啊,可以做一下这个家庭作业,你按他们这些理论,就在中国,把中国的这些,各个阶层呢,做一下分析, 他这是,分析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根据人,时间变化,历史事件,后面的处理面会议,就这就代表,这个,估计是代表军队,因为他是,对他是非常亲政府的,他下面是一分,上面是五分,这,这就是,军队,他非常亲政府的,一直到最后形势发生转变,就转变了,他们没有,他看到无事,就是无理可图了, 形势对他们不利了,所以他们就是,才转向中立,但是学生的,你看那个,学生他们以前也是亲政府的,然后就慢慢就因为一些,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塞尔维亚,1997年中国轰占,哦,这个,以前的南斯拉夫,就塞尔维亚,他们这个,这个小国家,就是学生以前给政府,受到共产党的,当时他们也是, 共产党的体制嘛,共产党的,哄骗,他们也是这个,给政府,很亲的,但是后来就随着国家腐败啊,政府,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啊,就是社会治安变坏啊,就学生就慢慢慢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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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亲政府了,就远离政府了,一直到这个,1997年,呃,呃,呃,联合国轰炸,这个,美国轰炸,他们轰炸,他们一直保持这个中立,然后就是,后面,其他的事情,这个,我都忘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当然,我会把地址,也在我们网站上,就是那个纽约大学,大家可以看这个,最上角,纽约大学,非暴力抗争,培训课程,大家可以到这儿,可以搜一下,这么玩,搜索,纽约大学,这么搜索的, 那最后就变成,强烈反政府了,所以这个就是,有些变化,然后就,后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你看这个,这就更多了,前面有两个对比,这后面就是,上面是军队,然后媒体,学生,警察,然后你看这学生,基本上就是,这是大概是埃及,或者哪个国家的,基本上就是,呃,反政府,最低也是40,还是在两个特殊事件的时候,其他的情况下,基本上就保持反政府, 然后就是军队,就有时候中立,有时候亲政府,但是从来没有,超过这个亲政府,呃,从来没有超过中立界限,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反对过政府,这一条就是检查,他们到后来就因为,国家政府对这个学生的镇压变得多了,他们也变成二了,三,这是三,呃,四了,他们也就是不大,三是公立,这是四,然后他就不大亲政府,不愿镇压自己的, 毕竟都是熟人,亲戚,朋友,同学什么的,或者街坊邻居,然后这个就是,更多了,就是,警察,呃, 嗯,媒体,宗教团体,然后就是这个,教育政治,呃,公共教育,然后这个就是,私人教育机构,然后就是军队,然后就是,商人,就是商业利益,商业集团, 然后这个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事件,比方说这个,2000年的选举,这个选举应该是涉及到这个,呃,腐败操作选举,啊,然后这个911轰炸, 就是,这是美国的,就是美国人的,对这个政府的,呃,态度,政府的关系,你看,几个要轰炸,就是,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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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选举,2000选举,就是因为那个,所谓的选举人制,就因为那个,那个,谁啊,不实,也,呃,绝对,就是,全民计票的话,他没,没,他是,他少数, 但是,全民计票,他多数,他得到了,后来,反而得到了这个,呃,总统席位,就是,大家,很多就远离了,就不亲政府的, 然后呢,由911轰炸,故事也发出了演讲,然后就是,尹,尹拉克,就是叫什么,介入尹拉克,然后大家就,反而就是亲政府的, 然后呢,就是,阿布,格阿布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事件,我都忘记了,估计是什么, 啊,观塘纳摩,虐求事件,什么的,大家有远离政府的,就是,大家就可以,后面,这是美国,后面,大家看看那别的, 这就是他的,呃,做分析,啊,做这个,呃,做前面这个,曲线图的,前面,你做,你得做分析,就是,各个团体在什么事件, 你看,这,Police,就上面的警察,那基本上就是,完全亲政府,这在少数情况下,他在,二,就还是介于亲政府的,用三条功力吧, 然后就是,其他,这可能是媒体,媒体,呃,呃,呃,这大多数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呃,中立或者亲政府的, 这里下面,都看不大清楚,就是,就是,就是,你对各个团体,他,你政府关系,跟政府关系,或者, 离政府的远近 做一个评分 然后就根据这些评分进行 制作图表 这个就是 支柱 这个学生他是研究南非的 然后他就对各个团体 进行分析 都是进行分析的 他说明这就很清楚 基本上所有的团体 除了军队和警察 在中国还包括公务员 医生这些 他们基本上都反政府的 社会时机就到了 那时候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上街行动了 不然的话你平时 你贸然上街 发动一些击灭的行动 就只有送死或者是被抓了 但是要温和的行动 涉及到个体群体的你 比方说这个孩子上学 或者是养老金 或者这些东西 特定群体的行动 政府是没办法的 你只要 就是组织者 就是像比方说我们这些人 你不要冲在前面 也不要参与 不要暴露 就是私下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 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平时关公司 做足了 你就不需要你亲自指导 他们就自己到那时期 自己就行了 而且中国人其实都很和平 你看这么多年来 除了当初 当初这个国民政府 退到台湾去以后 一些各地的小古兜武装 进行了反抗以外 基本上中国民众几十年来 这就快一百年了 从1949年到现在 包括1948年 就共产党那时候 就夺权了 有些地区 他们基本上进行的 这个非暴力反抗 消极反抗 我不积极地给你拼命 消极抵抗啊 或者是不合作啊 这些 包括选民 访民们 特别这个 什么 TX项目啊 这设计的公众利益的 是强拆强针的 他们进行的 都是非暴力反抗 因为非暴力反抗的 成本低嘛 而且你 政府也不能把所有的人 都抓了 但是你如果进行 暴力反抗 他可以毫不 不 无区别的拿炸弹炸 拿机枪扫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提一下 为什么 前段我们也讲过 那他那时候 除了白人选 你四分以外 基本上每个支度 就是五分啊 媒体啊 那些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也包括 当然这就是 不但那个柱子以内 那个柱子是 就是构成一个 国内的社会 但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 也要把国际媒体 国际组织 这些组织 包括非政府组织和 政府组织 政府间的组织 就联合国啊 这些欧盟啊 这些政府间的组织 非政府组织 就是 就是人权机构啊 或者是这些 学术机构啊 这个时候就成熟 结果就成熟了 所以我们先 今天就 这个图表 我们就先兴起大事 然后就 我把灯开了 我们就继续后面的那边 现在还亮了 图片关掉了 也不知道这个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我是在这个 不知道 这个房间 信号看看怎么样 嗯 我应该用另外一个信号 信号研究 试一下 希望这个才能看到吧 嗯 嗯 直播效果应该还可以吧 怎么没动呢 我这边显示这个图片没动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可以了 原来是他停在那 抱歉啊 希望的不是多好 然后我们提到了这个上次讲的就是国际上的分析 然后国内的这些群体前面刚才我介绍的图表的时候也说过了 你们看现在这个各个学生的包括北大 你看我昨天发的那个网站里面提到的这个北大的学生 那个也是一个网上的视频 就是那群体们 别的学生在食堂发宣传单 虽然我们在视频上只看到了一个人在发 不好意思 我一直在看墙上的那个直播效果 所以就有时候抬着头 然后学校试图去拍保安阻止他 被学生训斥 虽然我们只看到一个学生 但是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你看还有拍摄像子 还有这个南京大学南大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会 大家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混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大家是可以利用的 当然你如果研究毛泽东思想 那是让世人都反感 世界上都反感 你在国家也没什么支持 但是马克思如果你 马克思你研究他的书里面 他主要是提到这个反抗强权 包括是因为人民主权这些 所以是大家不要把它划分为敌对群体 他们如果进行这个研究 如果你像西方的国家 包括德国 在马克思他并不是一个反面人物 他就是一个跟其他的哲学家 或者是叫社会思想家 处于同等地位的 研究他就是更注重那个社会 福利尔社会公平的 包括当年德国在18几几年的时候 铁学宰相比斯麦当时还是皇权制度的时候 他为什么就制定了 你让他们的民法现在还在用 就是对社会福利啊 对各个照顾的很好的弱势群体啊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比斯麦为了和共产主义运动 争取民心 争取民心 就是给这些无产者 就是所谓的劳工啊 无家可归者啊 孤儿寡母的啊 这些管管孤独 都给社会福利照顾 所以导致社会稳定 所以那面很强大的潜力 你社会稳定的大家都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思想 中国古代也说叫安居乐业嘛 乐业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个人安心于 就是很高兴的干自己的工作 你每个人干工作 或者大多人干工作 社会就发达稳定的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大家不要把这个 就说他研究马克思主义 或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气候 我们就不支持他们 当然这种学生还是很少数 你看就 月薪啊 叫顾月家啊 他们被抓 也就两个人被打 然后其他学校 他们抓起家前来失踪的 也没多少人 群体还是太少 所以我们还是 目前还是要把这个 注意力放在劳工里面 山总维京提到了 就是在 怎么给这些劳工 宣传 就你像我今天 发到那个推特上 也在我们网站上 发了那个图片 一个键盘 有人在网上 淘宝里面卖那个键盘 上面写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里面说的别的什么 敬业呀 爱国呀 那些 那就不是什么核心 核心就是 我们只挑选 比方说我们可以 印一个宣传单 上面写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或者是研究 然后就是把它列出来 我们只列四个 民主 自由 平等 公正 等等 然后下面解释 什么是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主权 这我也在那个 各国社会制度里面 政治制度里面讲过 现在热了 刚才是没开暖气 刚才才开暖气 所以就是 我们就解释 什么是民主 下面就是 上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 然后下面自由 民主 平等 公正 然后民主 就是人民主权 就由人民做主 国家是人民的 那个人民 我在那个网站上 写的书面 口头解释 就可以说复杂点 啰嗦一点 就是人民主权 就是人民选择代表 人民是国家主 由他们来选择 代表 选择 即人民代表 那治理国家 政府是受这个 代表们的控制的 在代表们的监督和控制下 由代表制定政策 由政府来执行 所以政府就不能 其实不是政府主权 也不是官员主权 然后自由是什么呢 我在那个政治制度里面 也讲过 自由它是这个 很精确的翻译 自就是自己 个人 个体 个体自己 由是什么 由就是决定 这是古汉语的文言文的 我们上铺路都学过 由不得你 就是你决定不了 所以就是 自己决定自己 我自己决定自己 性别是男是女 还是不男不女 或者是我决定 到哪工作 到哪生活 我虽然出生在 出生在贫穷的农村 我出生在新疆 西藏 但是我就要去北京工作 就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工作 去摆小摊 去兜售 什么东西 当然 我不会去兜售 共匪匪匪 当然 这些都是我自由决定 包括我生几个孩子 或者是我和几个人同居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这个不一定像德国 他虽然批准到 这个妓女合法化 但是在道德上 在社会观点上 他并不是很高的地位 大家并不赞认 虽然德国人嫖娼 妓女非常高 我们有一个课题 就是关于这个 德国这个 妇女地位的 德国嫖娼力非常高 每天都有几百万 德国人嫖娼 你都没法想象 他德国总人口 在八千多 每天都有一百多万 两百多万 具体数据有望着嫖娼 甚至有些人 还去泰国嫖娼妓 嫖娼妓 就是 不管你知不知什么 即使德国人 这么多人嫖娼 德国人看嫖娼的人 非常多 因为德国生存压力大 而且德国负面很强势 所以就 很多男的就宁愿嫖娼 也不愿意跟这个 女的一起生活 所以就 这是他的自由嘛 就是你道德上不认同 你也得允许他的存在 就是 或者生几个孩子 这都是自己决定 然后平等 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你像德国 你不管你是 多穷的家庭 那政府都得保障 这孩子的基本生存 上学也不要钱 上大学 包括博士都不要 都不交费 所以就 这些保障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生存 生存和发展空间 你不能因为人家 有钱就能多读书 没钱就没法读书 这就不公平 然后公正嘛 公正就是不仅仅指政府 前面一讲了 政府是在 议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包括媒体的监督之下 他必须对所有人公正对待 你还得包括这个企业和社会 对所有人公正对待 你比方说前面提到过的 你社会 作为社会是什么 就是整体这个社会 不是指政府机构 或者是议会 这些国家机关 就是你社会 你不能歧视纪女 虽然你不是很冲高 你不赞美他 但是你不能歧视 不能说你是纪女 就人格上提示你 你像那个 Facebook上有一个人 他在推特上有一个账号 他是博士师 学德国文学的吧 那么他为他体验生活 他自己自愿当了几年的妓女 当然我们不能对他进行评价 不评价他的相貌 是人身攻击 然后他现在在Facebook上 也开Granier 也没人献给他 讲这个妓女 讲这些什么 包括女权 所以就是 你不能歧视他 你哪怕心里不赞同 你不能在文字上表现出来 不然你就要吃官司 而且重官司 所以就是 这就是说的 平等公正 就是对所有人都要公平对待 要公正 这个就是一个方面 就是印传单 就是补充的 上面前面说的怎么样去 向劳工宣传这个 公民权益啊 他首先他有的意识 他意识到自己有哪些 身而平等的权益 因为很多人 中国人他介绍 哎呀我就天生的 谁怪我命苦啊 那个人家当官生的好啊 所以他就那孩子们 他们的孩子就有特权 这是不应该的 他们就宁愿自己受剥削 孩子没法上决 没法上户口 包括超生的 不给他上户口 他就认命的 我们都告诉他们 这是不对的 然后告诉他有这个权益 他首先知道 他不是身边 比别人下践 他才会去争取 是不是 然后你告诉他 这个民主自由制度 会怎么样保障 自己自己 他的孩子 他的家庭 他的父母的权益 然后他才会有动力 去抗争嘛 不然他信仰 我抗争的时候 还是一个老农民 一个 或者打工仔 一个 跟他没关系 也没法得到保障 这个他就没动力 然后就告诉他 行动方法 怎么样行动 既保全自己 又能在实践 随着这个 实践推移 随着大家的共同努力 大家的福利 或者大家的尊严 得到保障 利益得到保障 获得自由迁徙权 就是随便住到哪儿 到哪儿去 都不受限制 你甚至在中国 你得买个汽车票 买个公共汽车票 你还得什么 给身份证 什么火车票 就要 在德国 你像我去巴黎 没人 坐飞机去 就没人查我身份证 你把那个登机卡 出示他 他扫描了就行 我是一个明显的 这是一个外国人 看得出来 是不是 也没人查我 也就是 这就是自由社会 民主社会的好处 他们有些 有这些 意识 包括有这些方法 策略 才能有效的 行动起来 然后包括他们 组织方法 就他们有些 有组织能力的 现在我发现 有个问题 以前我以为 人人身而平等 也包括智力 这个勇气 现在随着年纪的增大 包括到了自由社会 我才发现 我以前在中国 以为只是人们 因为生存环境 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他得不到那样的 发展环境 现在我发现 到这个德国 这样的自由社会 平等社会 我才发现 人真正的觉得 有天生的智力 体力 包括精力的区别 勇气的区别 所以有些人 就天生的 他就不适合当领袖 所以我们也要 在这个工人中间 宣传发现 当然他们自己 在运动中 他们自己就会 发现相应的领袖 会推出相应的领袖 因为个人对自己 周围的人非常了解 所以你像我写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很多大人 都那么尊重我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你像我们在哲学上 你学过 那我非常多 政治哲学 从柏拉图 苏格拉里 一直讲到现在 个人理论 其实上差别不大 你得把它记下来 然后各种区别 你都在考试中 要写出来 虽然我考试都过关了 但是学习 真是很头疼 而且我是学了三个学期 就开始学政治 政治科学 然后就直接就学了 那些鬼东西 看在头疼 现在看起来 虽然也还是要花点时间看 不在头疼 只是花时间 让人有一些 感觉有些压抑而已 当然他真是学头疼了 就感觉 牵把刀在头里面挂 但是这个讲得很详细 这个是学的还是有用处的 这就是我们当时教授 讲到一个理论 那个人我忘记了 是谁了 这已经考了这几年 过了三年两年半 他就说过 人生而是不知道自己的 就是价值和地位 或者说能做什么 他不知道 他经过长期的时间 甚至有人到死 都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你看我小时候就不知道 大人尊重我是因为 他们都说我聪明 有能力 我现在不知道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因为有能力 就是学习好 现在我知道 天生就是 在社会方面 能独当一面 或者说有 超越一般的人的 就一些天赋吧 就这些都是 并不是每个人就具有的 所以我们也要发现 人才 如果你自己喜好民主自由 也希望为自己家人 甚至为说大人 有些人有那么高尚的 或者宏大的心愿 你看我们这个学佛的 就是 或者是这个基督教的 耶稣为他重视 为他这个所有的 上帝的子民愿 牺牲自己 或者佛教的这个 地藏菩萨 或者是48宏愿 阿弥陀佛 发大志愿 为了众生 就是做出贡献 所以你更大的心愿 不仅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为了家庭 也为了社会 为了人类 甚至为了世界 争取自由民主和平 所以就是 如果但是你能力有限 你就可以传播 这些国际上 先进的理念 在这个传播过程中 你发现那些领袖人物 你就包括愿意 为他们做出 做一些什么 做挣托提意见 传播先进理念 因为他们呢 做这个领导 而是当然领袖 就我们不能说 领袖也毛泽东 西东院这些 就发挥领导作用 组织指挥作用 你像那个曼德纳 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但是很多这个 我看一下那个人叫什么 我这有那个 但是这个 叫什么 分享图片很不方便 但是我会 我把那个图片 为他考下来 就是曼德纳 他当时有一个 叫什么什么 等一下 我把这个图片打开 曼德纳 他为什么是一个 标志性的人物呢 因为他当年呢 他就是 最开始他进行的这个什么 非洲之谋 一个反抗 进行武装反抗 虽然武装反抗 就得到国际社会的 就是什么 谴责 或者是被大家就不认同 就是被大家叫什么 放弃 不叫放弃 我现在长期不用 不跟周围没有什么 中国人聊天 就是那个词 忘记 就是放弃 这个是同一词吧 当然就是有一种 就是平气了 或者什么 抛弃啊 那些 另外一个词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是什么 我就想不起来 就是事实上 有一个叫捷克 默克哈里斯捷克的人 他才是真正的 这个南非独立运动的 一些组织者 他组织了 这个很多 这个独立运动 就是 他是整个 这个伊丽沙白港 抵制活动的人 他进行的 很系统的一些 策略上的 策略上的设计 他是整个活动的 活动的策划者 他策划了哪些 看看 他策略了 这个伊丽沙白港 一些后续的 很多这个 非邦的抵抗运动 然后另外 这个马丽努德金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国民权运动 60年代民权运动的 核心领导人 但是他只是一个牧师 他对这个 事实上运动 研究并不深 反而是劳森 一个叫劳森的人 他涉及了 这个 所有的这些 这些运动 包括这个 占领饭店 就是当时说什么 有些就不准白人去 不准黑人去吃饭 就是进去吃饭 就是真正的策划 这个黑人坐到饭店里面 占领饭店 包括那个 公交车运动 就蒙哥马力 体制蒙哥马力 公车运动 这都是他策划的 所以如果你能做这个人 做这样的 你没有你领导的 你不能团结人 你愿意做这样的 幕后任务也行 是不是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就到这个纽约大学讲课 这个课程培训的时候 是2015年 他还活着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我没有去 我没有研究 所以就是 如果你甘心做这样的人物 当然很好 我是甘心做这样的人物 然后 现在国内没有空间的 我们到国外就应该做这些 研究啊 传递信息啊 一些包括这个国际支持啊 这些活动 就是 屏幕刚才 屏宝的 黑屏的 是投影的 另外一个 就是投影机上的 嗯 你想我也劝一下国外的很多朋友 国外这个 其实大家很多这个分析文章 包括批评呢 就 说的 我觉得也有道理 其实有些人 拿山头想当领袖 可能有的是这样子 呃 他总想控制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啊 或者是 一些什么 呃 策略啊 或者是一些与国内的接触啊 这些 控制消息啊 利用这个消息国内外消息不对称呢 甚至像 那叫什么杨博老 杨博老 杨什么 那个 劳改基金会的那个 你想他也控制资金呢 当然是这个指控不实 因为也起诉有人也在美国起诉他 也没看到判决 呃 所以我就 从法律上来说就只能以不实来对待 当然将来如果经过法庭证实 他对他指控第一件事实的话 那他就是利用这些 被资金的控制 呃 南南什么 南银的叫什么 国国内叫南银 是叫南银吗 南银运动的 他也说过他曾经什么 帮谁申请过 呃 多少5000美元 还是2000美元的 员助 结果那个 是叫吴宏达 对 吴宏达 只给了一半的钱 然后让他写一个数据 比方他给了2500 让他写个5000的数据 2500万美元 或者是给他1000美元 让他写2000美元的数据 或者500美元 反正就是只给了一半 这个指控 我不是怀疑这个万里的人品 是不是撒谎 因为毕竟有时候人有压力 说明是国宝让他这样说的 或者是他只是这个 出于义愤 听到别人这样说了 他也为了让我幸福 也说是他亲身经历的 当然这有可能 嗯 是他亲身经历 他不可能撒谎 我相信他 当然人有时候出于义愤 会脱口而出一些 就是与事实不服的事情 所以我就 这个当然 并不是对国外民运 是有 我也在国外 国外民运有意见的 或者一棍子打死 但是的确有这种情况 你包括这个 我也不如批评魏锦生 但是他近年 他以前的 做的事 就是我不太了解 我一直很支持他的 但是近段时间 他包括这些发言 包括对共产党的一些发言 我觉得很糊涂 不然是因为年纪大了 还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见识 匪评 或者是立场问题 欧盟官员 曾经当年 2013年 我到欧盟的时候 刚到欧洲的时候 实验室到欧盟 跟他们就七个部门 聊了 包括他们的 这个议会副主席 欧盟议会的副主席 我们都聊了三天半 就是关于这个各种情况 他们也问过 说我们给这个魏锦生很多援助 他没有支持国内的运动 当时我的回答是 我说我肯定不能说 因为我的确不知道 他事实 我只能说 这个我没法说 他应该是支持 而且这样的活动 是必须保密 所以就是 他也不可能透露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和他 没有进行过 这方面的接触 但是我们现在看 这个就是 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 他可能就是 为了这个掩护 国内的同道 或者行动者 所以他没有批诺 而且故意说一些 这个 国内非暴力运动 毫不相干的一些情况 比方上这个网上 有视频说 他的视频说 只有这个暴力革命 才能推翻 习近平必死于暴力革命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 他自己 他与他的原话 但是我觉得 我看到有很多 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 就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是 实现不现实 中共军队水平再差 他虽然打不过美国 打不过日本 他打你老百姓 不是很容易的 一群机枪架 你十万八千 十万八万一百万 你往上冲都死 这样他也足够的子弹 是不是 现在机枪也不容易说 什么打长了就变形了 或者是什么 他发热 甚至有水门 风等各种 还有那个 罐门 同时可以 发射上千发子弹 那种机枪都有 所以就是 你打不过他 别说他有装甲车 坦克车 各种智能监控 他甚至有时急了 他就可以一导弹 把你 一导弹 把你这个整个 街区的 整个村的人 都给你杀死 这都有可能的 或者是一个箱子 一个镇子 就把你干掉 老板不就说过了吗 我们把美军引到国内 我们炸掉 中国三分之二的 炸战焦土 我们还有几亿人 你看看他就是 他是住戏牺牲人民 别人的生命 对他们来说狗屁 他只维护自己 500家族的统治地位 500家族的金钱 政治利益 所以就是 不要跟他拼什么暴力 我们唯一的优势 就是人多 而且这个暴力革命 一死就死了 非暴力 我失败了 我还可以继续战 一个就是我们有 这个足够的人数 另外我们也要 有足够的耐心 反正不会再差 是不是 我本来就是被剥削 被压迫的地位 所谓的光脚不怕 穿鞋子 我在就 在这最被剥削的情况下 我进行抗争 比方说这个 我们也学过嘛 就当年共产党宣传的 什么消极代工啊 破坏机器设备啊 你让现在的工业设备 更容易 你搞一个软件上的 或者一个操作上的失误 导致它几十亿的损失 它也没法说成你故意的 因为现在极其故障 是不是 所以你不小心出来一个键呢 这都有可能 或者代码出了错误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暴力革命的可疑性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 视频没动了 看一看 好像我们这网络不这么稳定 现在也快四十分钟了 还有一个啊 就是其他群领香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柱子啊 就先 我们就把它那个最弱的一环 最反对政府的那一环的柱子 我们把它拿到我们这边来 去盖我们的房子 我先把柱子拿过来 他们还没有房顶 他们就是现在社会共产党的统币 就以房顶 就是他们共产党 就这上面进去 就是他们 所以就是 他们不是金字塔 他就是柱子 金字塔 他就是从上到下 都是始组都是一体 他们是柱子 我们先把柱子拿到我们这边来 建我们的 先把劳工这个拿过来 然后就是什么呢 就你像这些学生呢 包括那些老的左派群体啊 当然老的左派群体人数太少 学生 他们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拿一部分 但是你没法撼弄他整个柱子 因为他这个学生都是 现在就是 向着共产党 共产党才能给他们工作 才能给他们这个奖赛金的 才能给他们这个 而且给他们进行呢 洗澡灌输 大多数向着他们 至少是中立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私营企业的工作人员 国企的他们是离政府非常近的 暂且不谈 共产党对象修买也很重 就是国企工人 你像他们的收入就是私企的 农民工的几十倍 几十倍几百倍的 你看我们以前的时候有个工资表 一个普通的什么移动公司的员工 或者电信局的 那叫什么电业局的 就一个月就几十万的工资 还不包括他们这个 你像他故意把电表搞快10% 20% 就超标 这也贪过多少 每年电力消费多少 他们的收入都会很高 他们当然维护这个体制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这个 私营企业的工作人员 包括受过教育的 但共产党对这个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收买也很严重 他们收入也很高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 私营企业的工作人员 他们不是这个农民工 不是受教育水平低的那些 就是受到一定的教育 就是本科啊 或者是这个职业教育的 专科啊这些 他们的工作任务重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休假也少 休息时间也少 一个月 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 而且工资也不太高 所以这些人 我们可以争取他们 尤其当 当然这些要有特殊 社会事件爆发 你看我们看那个表 在某个事件上 有的曲线波动的 你像P2P啊 P2P啊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一个转折点 你看投资的 他们也包括这个很多 你看他们也都不是很有钱的人 几十万 几十攒一辈子几十万 一个月就几千的收入 所以他们就不属于那种 一个月几万的收入 被收买群体的 或者是既得利益群体的 这些就可以 我们可以逐渐 他们就 他们就会逐渐 逐渐他们自己自发的 就会远离政府 从一到二到三 甚至到四 这样我们就要在这些事件中 也发挥我们的 发挥我们的作用 就像对农民工那样的 当然你得以 另外的组织方式 毕竟个人生活圈子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你像第一节 我们讲 你使用在走出 自己的生活圈子 你生活的一个圈子里面 可能都是共产党员 或者都是这个 政府工作人员 或者至少是国企 国企的那些既得利益者 你跟他们说 当然没用 你再去到另外的群体 参加固体从的社交聚会 这种就是 挡破你利益圈子的群体的 或者是你的生活 生活叫什么工作 或者这些阶层的关系 这个地方你需要用到阶层的 你可以参加一些利益群体 比如说钓鱼啊 爬山啊 打球啊 下棋啊 一切与爱好的这些活动 什么打游戏啊 这些都可以的 在这些群体中接触他们 然后就对他们进行宣传 他们别看他们受过教育 他们其实因为共产党洗脑 他对民主自由也不懂 很多人一讲自由就是 还是我们小时候 小学的 讲什么呢呀 但是我们小时候没有政治课 但是有课外就是什么 那时候学校也不重要 包括单位社 共产党也没有强制要求 什么必须参加这个毕业考 但是我们那好像有 饲养品德教育 还是什么什么 饲养品德读本 到现在我估计小学 饲养品德教育 包括唱红歌这些 所以他们就是 平常他们就是受到 希腊家的自由 就是为所欲为 就是违反党的教育 违反这个学校领导的 或者老师的指示 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 虽然他们指示是不对的 你必须遵守 你不遵守就是自由主义 他们就受到那种强 从小惯出的希腊 那么自由就是 不顾社会功德 不顾他人利益 就是把自己的自由 无限扩大化 这当然是骨髓的 你每个人都有边界 你在一个正常社会 如果你的所作所引起 旁人不快乐 你自己就能感觉到 你马上就会停止 因为这会破坏你的 生活和谐 谁都愿意生活在一个 和谐的状态 对少数这个 从小受到父母 或者他人虐待的 这些人会有一些 对社会有些敌对侵蚀 他好斗 所以这样的人就是 那边我就有一点好斗 当然我天心还是很善良的 但是因为小时候 就受到环境影响 压迫家庭成分问题 就我发现 当然我已经改了很多年了 我年轻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好斗 到北京的时候 甚至刚开始参加 这个退友聚会的时候 一会就有那个 犯了一次毛病 当然和那个飞语 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严重来战胜他的 感觉就 很高兴 然后当然他 他当时感觉就 不舒服 但我也意识到了 后来就改了 但人家也要反省 但是大多人就 缺少缺少这样的反省 机会 因为他不参与社会活动 那就是家庭工作 在工作上 大家就是公事公办 你像在中国 就是同事之间 打打骂骂 吵架 都是习有未尝的 在德国 你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除非这些 那些从小 就升了自己圈子的 土耳其移民 那么爱吵 是不是 或者是一些 其他中东国家的 落后国家的 还是部落之的那些 他们也 吵架 不以为然 就是因为 这无所谓的 他们认为 这是生活习惯 其实不是 在一个正常社会 人人喜欢 这个融洽的环境 大家都能 都能意识到的 所以你就在 要和这些人 就是进行交流 像他们 大家可以开展活动 就是 你像这个 北京有很多这样的活动 当然 这个 他们是不参与政治的 你比方 这个出租社 也有几千人 也经常就进行一些 符合西方 这个会议习惯的 一些讨论 包括他们 他们这个内部事务 组织 安排 这个爬山活动 就是进行这种 民主式的 意识程序 所以大家看 可以研究研究 这个罗伯特 意识规则 但这个是 太正式 你在 日常的活动 可以进行限制 然后第一人 每个人发言 说出你的观点 不能超过三分钟 第二人发言 然后 就是 就是其他人 你发言到其他人 不能直接打断你 不能针对你 而且在第一个人中 个人只发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意见 你不能针对别人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针对某人的观点 进行变得 但是你不能直接对他 你说 你回答我什么什么 你不能这样 就不能你来我往一人一句 你只能你说话 一个人 一个人说话 说了以后 而且这话 你不要有攻击性 然后有主治人来说 可以你现在回答 或者是有他申请 主治人 我现在申请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不能两人针锋相对 只能就是论事 然后有第一能 第二能 然后在没讨论完 在第三能 就不能出现 个人之间的争论 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些意识中 然后你在这活动里 首先你在宣传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或者是什么 聪明政治公约 这些 包括中国宪法 规定的权利 你看我有个视频 就是宪法第35条 和德国的相关的权利 进行宪法中的权利 进行比较 然后在中国的应用 包括劳工权利 包括P2P受到骗 他们的权利 具体进行具体分析 你可以寻找相关资料 可以咨询律师 他们的权利 绝对受到侵犯 因为你首先政府 为了一些P2P企业站台 政府就负了保障责任 所以这些都是 大家可以在活动中 可以在对他们进行探讨 让他们首先 遇到自己是权利主体 是主权 国家主权的拥有者 然后他们才有底气 去进行抗争 然后你要告诉他们 抗争的方法 就是非暴力的各种方法 那现在也快50分钟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然后下一步就是 我看一下就是 就是讨论 然后我会公布这个 Zoom房间链接 大家可以进去 你可以先下载这个链接 然后我把这打出来 那这就是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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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就这个软件 在你的手机上你会找到 然后他后面 因为这好像不能直接打 这个网址 后面加上us 各在一起是zoom.us OK 看那这个网址 还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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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还没有变 还没有识别出来 你看这就可以 这下面有了 我这视频下面你们看到 所以就 这一节这第一节就讲到这 然后我也欢迎呢 就对这个不管是国内国外 你对这个非暴力有研究的 进行一些学术性的讨论 来做主简讲你的研究成果 包括你们的 实践经验 包括哪些成功的方面 哪些不足的方面 就可以来讲 如果你只进行学术性的讲解 而且你不是这个像胡适根这样的 老革命上共产党的黑名单的 因为点轻举妄动 你就被抓了被判刑的 你作为一个 不著名的 反对派 甚至就是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搞过任何 反对行动的 共产党就不知道你的 你再讲一次作为学术研究 才不能把你怎么样 就警告一下 而且你可以先不吐弄你的身份 你在网上也不要说你名字 国宝一时也找不到你 等到后来找到你的时候 你省得可以戴个面具 你到讲完了 国宝可能才找到你 如果你不戴面具的话 你可以在最后说 你说我是谁是谁 说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 你起码让大家知道这是谁 以后你再进行这些方面的活动 就是 大家都知道 也是提高你的公信力 但是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私下的工作 不暴露的话 就不要讲 如果你又觉得 有需要讲的话 就很重要的见解 或者是这个 你安全处置做得很好 比如说戴个面具啊 房间里面就是做些伪装啊 比方说镜头后面弄一块布挡起来 让人看不到你的家里布置 你戴个面具 然后你录个像 做变频处理 声音变音 当然你这个软件上是没法直接变音的 所以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方法 你可以在你的 让你的软件 通过你的电脑收出来的声音 到达这个软件 到达这个zoom软件 收出来的声音是变频以后的 你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途径 然后我是没时间去做什么研究 找这样的软件 如果你 找不到这样的软件 你就可以先录像 戴着面具 录了以后 你再做变音处理 变了音以后 你再输出生成新的视频 然后你再传给我 然后我在这在这播放 然后大家就可以 从你这学到东西 其实我们就先这 然后过 本来计划是过15分钟 但是现在因为一个是 本来开始就晚了 因为这个视频延长了一些 所以我们就过 10分钟吧 大家可以先下载这个软件 然后就我 公布这个到10分钟以后 我就准时 现在是2点10分 国内时间应该是9点10分 9点20我就公布那个房间链接 欢迎大家进群 讨讨论提问 如果没人讨论的话 我就 接着讲 当然我今天只准备了40分钟的时间 如果没人 没人讨论了 那我就可以讲一讲 国内 各个群体的一些分析 但我也没有 那资料只是在老海中 没有专门为这个把资料 重新搜集 重新搜集出来 重新 看 重新分析 因为没有 今天没有准备 他们的时间本来是 讨论的 当然一个是有些晚了 再给大家 要处于安全考虑 由顾女上视频来讨论 先这样 待会见 10分钟以后见 拜拜